墨西哥贩毒集团头目华金矮子古兹曼的儿子奥维迪奥古兹曼 于1月5日被捕 引发了帮派枪手的暴力反抗 在视频中显示 当天的抓捕行动导致车辆烧毁 道路堵塞 而全副武装的执法人员开着皮卡车在街上巡逻 墨西哥国防部部长桑多瓦尔在新闻发布会上称 安全部队抓获了西纳罗亚卡特尔32岁的高级成员 桑多瓦尔称奥维迪奥现被关押在首都墨西哥城 据报道 奥维迪奥自其父被捕以来已成为卡特尔的关键人物 于2019年被短暂拘留 但很快被释放 关于他的最新一次抓捕行动 发生在墨西哥城举行的北美领导人峰会之前 届时 美国总统乔拜登将出席此次峰会 安全问题已列入议程 美国方面曾悬赏500万美元 与寻求奥维迪奥被捕或定罪的信息 目前尚不清楚奥维迪奥是否会像他的父亲一样被引渡到美国 他的父亲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监狱服无期徒刑 据报道 65岁的华金矮子古兹曼 于2019年在纽约被定罪 罪名是向美国贩运数十亿美元毒品 并密谋谋杀敌人 � forest 並 就用下来 通过来了 近规则 明早就送了 水 即使死 寒 鸡 水